哈喽 巧克力现在是来到了贵州碧桀的张鹤县 这我是准备去一个挂壁公路 还有40多分钟 然后在路上又发现一个好玩的 走吧去看看去 两个帅哥 这旁边是摆了几桶油漆 看起来好美 你们好 你好 你们是长期画这个的吗 就是公路这个会需要画很多吗 看情况吧 你们是美院的吗 画得很好看 不是美院 就是政府给钱让你们画 还是你们自愿画的义工啊 这肯定是给钱的 对啊 不给钱谁在那里对着大太阳 画这么久 那你们画这个是按一幅算 还是多少钱一天呢 按一幅算 按平方算 这个画的是当地的风景 是吗 对 这个就是这里 天上石灵 这个在那里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 阿西里西在这里吗 阿西里西就是从这里转移 啊 天上石灵 阿西里大草原 哇这个看起来很美 好多羊 它这边都是景区吗 还是免费的 这三个都是景区 这三个都是景区 韭菜坪你没去过的吗 韭菜坪还没去 韭菜坪呢 就从这里转上去 然后那里一个路口 然后往这个方向走 韭菜坪是这里最主要的一个景区 这三个地方都是这边 隔得不圆点 这里是画的哪里啊 就我们这边的韭菜坪 然后这边就天上石灵 这个是收费的吗 不收费 是天上石灵是免费的 看一下这个画画的非常棒 这个是因为担价比较低嘛 我们我们做这个东西 就看别人担的那个担价高 他可能担价高的话 做的这个兴起以前 那个效果就更好 那这个的话 这个担价太低了 只能跟他做这个 所以你们画更好的对吧 应该说还比这个要好的 你们之前画过最好的是吗 呃像那个开国大典吧 开国大典画的哪里啊 那六区一个中区你们那个 开国大 对那个什么景高山会师啊 那像你们这个是多少钱一瓶呢 这个啊 六十一瓶 这里一共有多少瓶啊 这里应该有四十瓶左右吧 四十瓶 四十多个瓶 大典画这个 确实太热了 你们有带水吗 有有有 给给他们拿两瓶水 都有都有不用了谢谢 我们到底有 到底有带有 在这里画确实挺辛苦的 我画这种的话 那就是那个单价比较高 啊 这种确实要好很多 对 像这个 像不会死啊 这之类的 这些就现在说要 要多花点时间 就画的比较细致 对现在说比较清晰一些 那像这种精细一点的 大概单价是多少呢 这个在 两百六 两百六 对 贵两百 所以这个的话 就基本上是 看那种大的效果嘛 近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色款 稍微远一点的话 还能看 嗯 那你们这一共画了多少天了呀 这个啊 今天早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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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要完成了 就你们两个人画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 我上上 上面一个一个 地方去做 做底 我们他他给我们的墙是那种水泥 用那个水泥清光的这种 这种水泥墙嘛 然后啊 然后我们先给他把那个墙 用那个外层切把它 通白色之后 然后再来 再来做这个花 哦 就这边玩了之后 记得要去下一下一个地方玩 就让另外两个小工区那边 把那个 提供做 一天时间还是挺快的 这个一天能做 应该是 两个人的话 七八十瓶 反正属于这个美术专业出来的 基本都在做 好多好多人 闲的都在做 学美术 那你们平时主要是以什么工作为主呢 平时干什么男生吧 那你们这个 都就能完成了 基本上就完成了 就不想画就完成了 哈哈哈 如果你想机器就往下画的话 就在那两天三天都玩不成 一分钱一分货 对对对 自己画的时候 然后看到哪个地方感觉不舒服了 然后又继续往上 往上也画 所以这样的话 就有的画 半年了两年了都能画 那画的最长的一副是画了多久 那个看 我自己画的 画了半年 半年 没多大那不是画墙子 那是画在那种布上的 你画布上的 小哥哥你最长的一副是画了多久呢 我呀 就一个星期左右吧 我说第一天才来上班的 哈哈哈哈 你说打酱油的话 我说昨天遇见他们那种有话 才申请加入他们的 我说今天才第一天来上班的 这边这个 好吧 这会儿的太阳真的太毒了 在这种 在这种辛苦的条件下工作 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好吧 拜拜 多了 等了 拜拜 谢谢了 那小哥他们这个呢 只是一个副业 平均下来一个人能够1200 一天要不了 然后2400 轻轻松松到手 还蛮不错的 又长姿势了 不过还是要有 就是可以接到单的那一种 我也想接一些 比如说 那什么烫店的呀 好吃的呀 有这种单给我接 我也想做点副业 有没有老板 你也想做点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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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